寡妇在和男人吵架 殊不知自己已经死了 她以为男人在满嘴跑火车 抡起巴掌就是一脚 然而只是打了个寂寞 丛哥再次劝对方赶紧去投胎重来 女人确认死心不死 开始频频对男人发动攻击 随后一招恶虎扑使 自己净掉下18层大魔 突然 男人瞬间生无可恋 随后翠花好像狗屁膏药一般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哪怕丛哥洗刷刷时 女人也依旧毫不避讳 这让丛哥无比抓狂 更过分的是看精彩的秘境观影 女人却在旁边唱起了惊雷 丛哥终于感受到了什么叫生不如死 他忍无可忍 瞬间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事 男人请来一个70岁的少年法师 法师拿起法器撒出童子尿 然而一旁的翠花却毫无反应 西方不亮东方亮 他又找来了跳大神呢 一切都很顺利 结果不但没有制服女鬼 反而差点把房子点燃 丛哥一看你是想给我整个无家可贵 最后只能花重金请来抓妖团队 对方拿出法宝埃及金字塔 转了一圈后 酷吃一声扣在桌子上 然后告诉男人一切搞定 可以大吉大利今晚吃鸡了 男人顿感尴尬至极 一通折腾女人没送走 十万美刀却隐恨西北 正在他打算放弃治疗时 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位通灵者 丛哥以为又是江湖骗子 没想到对方一句话 将他下的尿不湿全部尿湿了